各位大俠攝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鷗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雜誌設計稿的拍攝 這一次的拍攝呢 我們會在畫面當中有大片的留白 方便於之後的我們要落標 下主題 或者是以任何的文字的呈現 那商品本身呢 我們會用局部的光線 來表現本身的高級感 以及它的特色 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用來示範拍攝的筆 那在我們正式拍攝之前呢 我們會先很快速的 簡單的落一個構圖 並且利用相機的P模式來試拍 確認這樣的構圖範圍 是否是符合設計師需求的 與平常拍攝方式不同的是 這一次呢 我們會先下環境光 將環境光的整體氛圍決定好之後 再下主燈 現在呢會使用 束光銅的方式 OK 將我的光線打到我想要的位置 這裡我想要強調的是 筆身的上蓋部分 利用束光銅設定好環境光線之後呢 我會再利用黑色的瓦刃紙 來控制一下光線行進的範圍 更強調氣氛的營造 光線處理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上主燈 在處理主燈的過程當中呢 因為筆身我並不需要全面性的照明 我會將多餘的光線 用黑布遮起來 只留下我需要的部分就好了 最後呢 我會在筆的上方 用一個白色的瓦刃紙 這個瓦刃紙呢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 它可以反射出一個 筆身周圍的漸層 第二個 白色瓦刃紙 具有半透光的特性 我們主燈 經過白色瓦刃紙打燈之後呢 反射到的筆身上面 會做出一個漂亮的漸層 以及金屬實感的營造 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如果大家呢 還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們點個喜歡 並且呢 訂閱頻道之後呢 點選鈴鐺 這是我們的官方Line App 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在這邊詢問 如果各位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呢 請在下方留言 我們會錄製更多的影片 跟各位分享 我是小鷗 我們下次見 請來 謝謝 tre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